水瓶女看上的对象也许不是最帅的 但一定是最怪的 水瓶女的个性通常蛮活泼帅直的 外表也清新脱俗很有灵气 或穿着打扮非常有个人风格 这么独特的个性跟魅力 往往会吸引到校草等级的人物 但水瓶座完全没有放在眼里 反而有时候会被不那么受欢迎的人吸引 有遇过水瓶女拒绝183公分 帅帅的男生追求 反而喜欢上胖胖的身高也普通的对象 我没有外表歧视 但是别人可能会不太了解 你到底看上了什么 所以水瓶女眉桃花 会不会是你们的眼光太跨领域 或放错电使然呢 其实水瓶女喜欢当一个旁观者 水瓶座都喜欢了 在她眼里事情都在她的意料之中 没有什么新鲜感 就不会表露太多的情绪 会让人觉得冷漠 如果她表现得很新奇 那是因为她觉得有必要表现新奇给你看 所以啦 常常会让人觉得有疏离感 明明好像互动蛮热络的 但是又好像隔着一层纱 看不到的防护罩 难以靠近 但她其实内心是温暖的 很需要热情的 水瓶女看待爱情非常的慎重 其实每个细节都要在内心钻牛角尖一遍 明明已经暧昧到旁人都问 你们不在一起吗 水瓶女还是会说应该没有吧 她可能只是把我当很好的哥们吧 有人说水瓶女不给承诺是因为逃避责任 其实这是很无辜的说法 水瓶女只是担心自己说了又做不到 怎么办 善变如她也常常临时改变主意 她也知道她一旦改变主意 就会冷漠到什么程度 所以她会尽量地观望 不要害到人就不要害到人 那水瓶座也是 第一眼很可能一见钟情 但相处后感觉不对 又会直接调冷 谈恋爱找对象一切凭感觉 什么感觉呢 水瓶女自己都说不出所以然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呢 但是有一点很确定就是 讨厌被人家烦 追求者可以主动示好 但是要拿准比例哦 有时候会不知道触动了水瓶女的哪一条线 本来的好感也会忽然归零 哎好累 若水瓶女已经表达拒绝 请你就不要再穷追不舍了 比如说也不要以为什么趁她生日送她一个生日礼物就能让她改变心意或者是对她更好一点 No 殊不知你就算拿了礼物在门口等她一整晚她也不会帮你开门的她只会觉得你很烦 这样说起来水瓶单身好像也挺合理哦 大家都顺来烦你的哦 来来来 所以水瓶座还是有须知的告诉你一下 其实比起物质水瓶女受到卡片会更感动哦 虽然她们表现得好像很冷淡 其实内心可是很澎湃的 当然也可以超过卡片啦 最重要的是体现了你们的内心跟关心 她很可能很轻描淡写说她喜欢什么想吃什么 你如果能够把她听进去忽然拿出来给她 她就会很惊喜哦 觉得你有在乎她 另外不要在意水瓶座回讯息的内容 她肯跟你聊天就是中意你 只要对你有好感就有聊不完的话题了 记得哦 回复讯息对水瓶来做是非常累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懒得回是很正常的 不要以为这就是冷淡 前面说了一堆感觉她们就是疏离啊 霸气啊 但她们其实真正疏离的背后原因呢 就是太重感情了 一旦陷进去一段关系中 对方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牵动自己 我想很多人身边都有这种很M型的水瓶吧 通常她们很M的时候 那个付出的程度是超乎你想象的 老师水瓶女是不是很喜欢聪明的人 她们一定喜欢聪明的 然后也喜欢听话的 就是很聪明 但是有某部分又会输给自己 愿意听自己的话 然后或者是有点崇拜自己 我觉得崇拜她蛮重要的 她有一个精算系统 比如说这里很强那里很弱 总共加起来是这个分数 然后我也是这里很强那里很弱 然后总共加起来四个分数 我们两个分数差不多 她就会比较安心 各种程度 我觉得水瓶座 你也可以把它跟对公的狮子座 一起合餐 比如说狮子座也带一点水瓶座特质 水瓶座也带一点狮子座特质 霸气之外 其实她们是非常向往感情的 虽然看起来疏离 但是她只是在等一个 她认为值得投入的缘分 不要害怕 喜欢就勇敢去追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 我们在Vogue频道